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地产经济Ronda 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呢我带大家来到这个 来带大家看一个Lini Condo 这个是一个luxury的 一个low rise的一个新的公寓项目 将在1月初呢开盘 这个项目是Stanford Home建造的 它在斯卡布朗的Sinclair 和这个Warden这个地带 这个东北角上 离这个TTC的Warden Subway Station 非常的近 到Downtown呢 也就坐这个TTC的Bus 也就30分钟就可以到当汤 所以呢这个交通呢是非常方便的 等一会呢我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搜楼处的和周边的一些情况 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别忘了点击关注 好了现在我带大家来到了 这个Lini Condo的这个搜楼中心的门口 它这个搜楼中心呢现在还没有开 但是我们有些资料 这个Condo呢 它会在1月初的时候呢 为这个开盘 也就是它过不了两天气了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我身后 这个就是他们的搜楼中心 现在呢前面看到的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 是工线厂啊 这是它的Side 居在地右边的就是Warden 好这是一条小路 我们进去可以看一下这条小路呢 周围呢 它这是一个开发的一个新开发的一个社区 现在呢还没有Low Rise的Condo 这是在这个搜楼中心里的第一种Low Rise的Condo 就是在底面这块地 看到挖主机已经进场了啊 然后呢这里是三层高的一些Ton Homes 这也是很新的Ton Homes 左边呢 这可能今后也会开发一些Ton Homes 或Low Rise的Condo 在这个 这个Community Center 就在这个Ton Homes的后面 所以交通是很 所以这个雨的各方面 生活时设施是很方便的 冬天呢 在Community Center里面 可以打球啊 还有一些Party Room啊 还有那个游泳池啊 书书馆啊 Community Center很多都会配备这样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就是 这个一排的Ton Homes 这里呢 往南走五分钟就可以到这个 这个TTC的Subway Warden Subway Station 来看一下各位这个环境 非常好 这边呢 就还没有盖出来 在远处往右呢 这里还会 这远处呢 先Condo 这一片呢 现在就是在 马上就要盖 所以这个盘呢 会非常的好卖 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跟我联系